大家好,歡迎來到私家TV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史提粉 歡迎珍思上到我們這裡 首先都想問一下 其實十六強賽都打了八場 其實你覺得哪一場最好看 你印象最深刻呢? 我本身自己都不是看了那麼多場 但我自己有看精華和重播 我自己覺得最好看就是法國對瑞士那一場 因為本身大家最喜歡看就是 意約勝強的賽事 瑞士本身先輸 之後再追王 之後再在十二馬打贏 這場我可能是球迷最喜歡看的一些賽事 包括那場球裡面又有很多世界球 你看到可能是普巴的世界球 就是我本身萬聯球迷 奈何最後十二馬都是輸了 本身法國又是一個今季大熱的 拿歐國杯的分子 出局都很突然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是最精彩和最有勝利的 同一晚西班牙對黑羅地亞的劇本都很類似 其實也是 不過奈何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瑞士當然上了天堂 但是黑羅地亞沒有那麼幸運 當然也有摩迪的世界球 但是奈何也是足球的感 八強出來了 幾隊熱門都走了 尤其是死亡之組那幾隊球全部死了 其實八強究竟你看好哪一隊獲冠軍呢 我自己本身都有試瘦的 因為本身我自己是英格蘭的球迷 自小都喜歡看英格蘭 那今天看得到 其實雖然黑羅地亞的火力就弱 未必攻得到 但其實相對來說 其餘的球員都有不同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 英格蘭這次都幾有奪貫味道 和那個星相在 還有今年也是黃金走線 八強至四強這邊 看上去都是那樣東西 排面好像是弱一點的 因為上線還是比利時對意大利 然後還有西班牙對瑞士 首先這兩關都一 大家球迷會覺得 相對英格蘭是會容易過很多的 沒錯沒錯 還有意大利 我自己覺得意大利都不是說差的 因為意大利呢 今屆那個感覺上 好像有當年拿世界盃的時候 沒有什麼升級 沒有什麼實力 但是又打得很好 很穩定 所以我在意大利和英格蘭都有冠軍上的 嗯 好 那作為熊摩的粉絲 其實很多主力球員 其實今屆歐國杯都有參加的 其實有沒有覺得 哪個熊摩球員 今屆在賽事裡面特別好 或者有沒有一些明顯 覺得有進步的情況在裡面呢 其實就是 本來我們今年 萬聯 入去國家隊的人選又不是很多 因為本身入了的又很多受傷 又有些又因為那種理由 退出了國家隊 實際上我們萬聯 在國家隊的成員又不是很多的 你問我有沒有什麼球員 會覺得他有進步 或者表現上跟在萬聯上一季有分別呢 其實比較失望一些 就沒有的 但反而有少少特別的地方 可能是有球員打得更加差 其實我個人看 威爾士丹尼爾占士 比較失望 甚至比萬聯更加差 雖然看到他是很想努力 令到別人感覺到他的形象 不是只有速度 但是在今次的歐國杯上面 都仍然是越來越差 甚至是有些好像迷失了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嗯 那都是同一個問題 帶下去的了 其實今屆歐國杯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經歷了一個大賽 回到球會之後 下一年萬聯的景象 會不會有提升 還是好像你這樣說 迷失的繼續迷失 打得平庸的繼續打得平庸呢 我覺得就是打一大型的賽事 對於球員來說 都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你會不會說 飛猛進突然很開竅 我相信這個就不會說 在打國家隊就會有一個幫助 反而是要看一看 你教練蘇斯卡查怎樣去排阵 或者戰場分佈怎樣去做 甚至有什麼新球員加 我相信才會特別影響到球員 就好像疏疑那樣 四場的八強賽 那你預計會變四隊坡進級四強呢? 我自己覺得如果這樣算 就意大利先啦 出事就 之後西班牙 之後就英格蘭 捷克 你竟然是捷克不是丹麥 覺得丹麥都是 童話來到這一刻都完蛋了嗎? 因為其實捷克今年都 相對來說 可能丹麥有個童話 可能是艾力臣來的隊 有些悲劇人物的感覺 可能會說很有故事的味道 其實捷克都不可以忽視 可以看到捷克的陣容來說 都不是說差的 也有不少英超的球員 甚至是有很多德格兵 當然看到前鋒 舒力克 還有 胡偉斯咸的蘇哲 都很有聲力 都很有不同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捷克排面上 甚至是高於丹麥 是的 捷克應該是再有成績 應該對上 數到已經是 利維特和普波斯基 那個年代 應該都是二千年前後 入到四強 八強 那些 那段時候最巔峰 都真的沉寂了 差不多十幾年了 我想都叫做 而且來來去有些球員 可能突然說 有些明星的聲味 那樣 但是 最後還是 完全沒有潛力 對 反而現在 就穩陣 還有可能 沉實一點 就沒有那麼多星 在這裏 或者沒有那麼黃金一代 反而 現在就突然間 有個中興的現象 沒錯 是的 那或者都說到這裏 其實球員方面 會不會有說 這屆裡面有沒有什麼 突出的球員 你覺得 加盟紅窩的話 就會更加好嗎 如果你說 我自己本身 心上面 有三個候選人物 第一個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捷克裡面 都有兩個心水人物 第一個就是 須瑞克 前鋒那個 今天打得很好 本身在德甲都有潛力的表現 另外蘇哲 蘇哲本身在上一季 在衛斯走回來 都已經打到整個全能戰士 又防中又打得 中場又打得 甚至前鋒也打得 對於萬聯來說 其實我們很需要一個 boss to boss的球員 所以我自己覺得蘇哲 需要加盟 就會解決到萬聯現在所需要的 不夠前鋒的功力 還有一些年輕的前鋒 甚至中場來說 boss to boss 能力都可以加到 剛才你說三個 還有一個 對 第三個當然是我們英倫 自己裡面的支持者 所以就 奇魂菲利普斯 這個列斯聯的球員 本身今年來說 如果大家有看英格蘭的賽事 都會看到他 甚至做了很多銜接點 中場 前場後場都連接得很好 甚至是攔截 防守 甚至全中 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 其實菲利普斯 加盟萬聯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本身列斯聯 都有球員 由歷史開 都加盟萬聯 變成一個大明星 都是一個常見的事 檢東拿 當年最經典的就是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奇魂菲利普斯加盟 都是好事來的 還有 有少少想不到 奇魂菲利普斯 是坐正了 是一個正選球員 一開始 即是比賽未開始之前 大家可能心想 究竟中場會是怎樣配搭 鐵膽 可能大家都相信 會是找Hinderson 才是鐵膽的 現在奇魂菲利普斯 就是很有表現 他反而坐正了 我想這個情況 可能是本身 修夫基 是對於奇魂菲利普斯 都有一個 我想 不錯的印象 因為本身 其實當時 列斯聯比賽 升上英超的時候 他都已經有徵召 奇魂菲利普斯 我自己覺得 他本身對於這個球員 都有一定的喜好 或者覺得他有些特殊的轉場 可能Hinderson 本身上季 在禮物浦都打了很多場 後來還傷了 所以我想狀態未必太好 不選他 打正選 都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最後 剛剛都官宣了 新組就會簽約加盟 萬聯 其實對萬迷來說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消息 對真思來說 你會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 有新球員加盟 甚至有些有能力 有比較年輕的球員加盟 我們萬聯 當然是好事來的 也解決了我們接近八年裡 都沒有一個真是打右翼的球員 在我們萬聯出現 現在真是叫做 終於有個有能力的球員 打右翼的加盟我們 當然都在正面 但其實我自己又不是說 長長新組的比賽都好看 本身我都說多蒙特都好 經常都會看 但我見到其實新組都比較喜歡上腳 但因為我們萬聯裡面的球員 都明顯都由不同位置都很喜歡上腳 所以我感覺上很擔心 會不會球權分佈的問題 會比較令我擔心些 但我不會質疑的是 新組的突破能力 和傳宗能力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整體來說 我都對下一季萬聯 有新組的加盟 會有期望和正面的 好啦 今天就來到這裡先 或者如果我們再有機會 在四強之前 我們會再找你再談一談 好啦 多謝真思你今天出來 我們希望還有機會合作 還有希望 接下來觀眾都可以訂閱 真思的IG 還有你的直播頻道 我們會貼連結出來 好啦 今天就說到這裡 就這樣 再見 拜拜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仔 follow我們的IG 如果你對今屆歐國杯白強 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 說下給我們聽 有你的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一定會做得更好 就這樣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